成型奉派的层级就是没有原来那么高 但是这个必须在署内经过一个会议来通过 那也如刚才林委员所说 明天就是我们行政院总辞 那么昨天李委员和李准署长 还有詹恩准副署长也到了我们这边 做了一些交接的会议 我们也有一些理解 就是从明天之后呢 就是比较有一些决定性的东西 我们这边就不再做了 那么如果说有些需要决定的时候 我们现在窗口通通拒全 等于说从明天之后 如果比较有决定性的东西呢 就会双方都知会再来做 这个部分必须要做到无缝接轨 而且没有旌旗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赶在今天上午 等于说最后一两个小时要开这个会 因为下午呢我要陪同张院长到石门现场去看 如果说各位委员有所垂询呢 我想我等一下打电话 请我们同仁再稍等 比如说我们不要九点半开始 因为现在也九点快十分了 比如说九点四十或九点五十开始 我想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方式 那第二呢因为前一段三月三十一号 我有这个新冠症的问题 有开刀 所以四月这段时间主要这个事情的处理 主要靠我们福副署长 以众他甚多 所以等一下有很多事情 我想各位如果有所询问 我想福副因为他是第一手接触 不管政策面或实作面都会非常清楚 这也是我在想 可能可以请假 而不影响各位问证 和我们事情继续延续的一个原因 以上报告请各位委员考虑 谢谢 好那向各位委员报告 刚才署长把他今天不能到立法院来接受 这个寻答的原因 向大家说明 但是就是说 我像必须要尊重各位委员 因为他昨天就要请假 但是因为不是基于健康因素 所以我也没有准假 那这件事情 还是交给我们委员会 大家来决定 一方面当然是明天内阁就要总辞了 如果他真的没有意愿到立法院 或者是这段期间他生病 对于这一项今天所把来的专案报告 他事实上也没有能力来寻 来来打寻 向各位这个提问的问题 也没办法回应的话 也是副署长在处理的话 这也是一个 你留他下来他也不知道了 老实说因为他病假 那另外就是说 他明天要交接了 那有一些政策性的 或者是制度面的检讨 可能他也没办法回应 另外就是说 今天的报告 是不是环保署是占大部分的责任 未来传体的移除 需不需要由环保署来主折 噢 contag会